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了一把狗粮 不是晒合影 就是晒礼物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度过情人节的 反观华与乐坛的劳动楷模周深则完全不同 几乎每年都会有一首全新作品跟歌迷朋友见面 无形当中承包了很多单身狗的欢乐 只要有周深的陪伴 绝大部分歌迷都会忘记自己还是单身 什么样的偶像 就会有什么样的粉丝 作为一名正能量偶像 周深时刻都在影响着自家歌迷 向来都是以事业为重 事实也证明 只有年轻人时不停的奋斗 才能为将来的幸福生活 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一点在周深身上 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他的实力来看 追求者绝不在少数 可出道这么多年以来 周深从未跟任何一名女明星有过绯闻 哪怕私下里只是同框亮相都没有过 唯一能跟CP一词有联系的 只有在奔跑吧中 跟实力派女演员白露的火酒见明场面 但也仅限于荧幕CP因为二人不论是节目内 还是节目外 都是非常不错的私交好友 也就是说 周深目前还没有考虑自己的婚事 只想把大部分时间都留给舞台 由此一来 歌迷可以一直听到他的音乐作品 如果成家的话 作品数量以及新宗自然会大大减少 可见周深有多在乎生米们的感受了 这也正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把周深称之为劳动楷模的真正原因 说起情人节个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年七夕节的时候 周深将为打击全网 一个人演唱了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整部电影的音乐作品 要知道 这是中国影史 有史以来都没发生过的先例 别人受邀演唱OST主题曲都是为了挣钱 让自己获取一定的曝光率 周深则是为了兄弟情意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帮了好兄弟留同 除此之外 还在片中客串了一个角色 尽管该片在豆瓣评分上 勉强刚过及格线 但如果没有周深的加持 很难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 毕竟有绝大部分观众都是冲周深才走进的电影院 当然了 也有不少劳粉想到的是周深之前在直播间演唱的分手快乐表面上看 情人节唱这首歌确实有些违和感 但周深的天籁之音 总能直击歌迷灵魂 带给我们的不同视听感受 今年则是不声不响地在微博上 置顶了大热电视剧三体的主题曲 永恒孤独并且还配文 连说了三遍请不要回答 每一句都加了一个惊叹号 一看就是他本人有感而发 无形当中 戳中了很多粉丝的笑点 不少网友都直观认为 周深是在将情人节永恒孤独 乍一看 感觉没什么 但如果跟之前的分手快乐联想到的一起就会发现 两首单曲有着一曲同工之妙 本以为在情人节这种日子里 周深不会登上热搜 结果动态已经发表之后 很快就被歌迷推上了热搜 于是就有了周深把情人节的损都夺完了的话题讨论 单日阅读量数以万计 没有任何官媒的加持 能达到这个数据 足以说明周深的影响力有多强大了 任何一个不经意间的举动 都有可能引起全网巨大的反响 谁让它是你我心目中的榜样呢 话说到这儿 周深情人节的高光时刻 才讲了一半 莫过多久 腾讯音乐游泥榜就在平台公布了2023年得分最高的十首单曲 周深一人就占据了三个席位 又一次成为了入选榜单次数最多的华语歌手 分别有一是有成花开忘忧以及流浪地球二主题曲人士 其中人士的热度 截止到目前为止 还在不断上升当中 疯狂土榜热搜 先后刷新了多个历史记录 不仅跟正片一起走出了国门 还在本美圈了一大波落人粉 至于英宗节目时光音乐会217比17精彩胡夏专场结束后 最新一期节目中迎来看大姐大田镇作庄 同时也意味着该节目马上就要迎来收官之作了 不少歌迷都对时光音乐会2纷纷不舍 因为它承包了我们近日以来的所有欢乐 就像听周深的单曲一样 已经成了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每次观看节目正片都是一种享受 田镇专场的热度还未吞去 最后一期的选曲就提前曝光了出来 张栋梁将会返场 演唱周传雄的黄昏孙月女人花田镇跟着感觉走张珍 原你光阿渡小九窝胡夏只想一声跟你走至于周深 把大招留到了最后一期节目 将会再续经典 演唱成名曲大鱼 光看这份歌单 就能吊足网友们的胃口 堪称视觉盛宴相信时光音乐会2结束之后 周深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我们解锁 不知道大家都对最近一段时间 周深的战绩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周深的背景有多硬 一首歌直接惊动最高检察院 怪不得它能这么火 这时的纳英如果知道周深有央视保驾护航 应该不会狂傲地说出这十个字 而彼时纳英淘汰周深的原因 只是因为他没有冠军像 不点后 这个他看不起的小歌手给了他一个狠狠的耳光 2017年 周深陪着还未成年的郭新道央视参加一档节目 将那首穿透人心的大鱼演绎到直击灵魂 刚刚唱完周深就直接被导演组点名邀请 成为直通春晚的议员 自此这个来自山区的留守儿童有了央视这座最强靠山 接踵而来的先是中秋晚会和萨鼎鼎合作的左手指乐 紧随而来的是春晚舞台 也是在这一年 曾经被纳英羞辱的周深 也以同样的方式给了纳英与记响亮的耳光 2019年周深与李克勤搭档 在我们的歌舞台上 击败了纳英与萧战组合 多得冠军 在多年一难评的粉丝们看来 周深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报了当年被纳英淘汰的一件之仇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2020年 周深挑战极限的一首达拉崩巴瞬间斩获上一播放 让他没想到的是 第一个找上门的不是商务和代言 而是最高人民检察院 放心 不是来抓他的 而是点名要与周深合作 合作曲目 我的答案成功入选五个义工程奖 自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成了周深的另一座靠山 作为央视的宠儿 为国争光的事儿怎么能少得了周深 2021年央视直接点名让周深代表中国歌手 参加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 这一夜周深再次夺得最具影响力青年歌手殊荣 那个从大山里走出来 因为没有变生期而被人嘲讽为怪物的周深 似乎从来没想过自己还有这样的一天 少年一气 不过是赤心如初 他的翅膀 已然辽阔 毕竟有些人生来就属于天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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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订阅时报